林物局新竹林区管理处前面 难得聚集民众大牌长荣 等着用手中的发票免费兑换小树苗 为了响应3月12号的植树节活动 林物局新竹林区管理处 举办了捐发票换树苗的活动 有民众每年都来领取树苗回家种植 我上班过看到啊 然后这三种花我都很喜欢啊 我茶花桂花含啸都拿 种在那个花园啊 种的活啊 可是有时候会只有开花包不会开花 林物局指出这次现场预备的树苗 共有1200株 种类包括桂花茶树以及含啸花 都是适合民众种植在家里面的 而且容易照顾的树种 今天我们赠送的树苗是 含啸桂花还有茶树 那这三种我们准备了1200棵 给我们乡亲来用发票来换取 两张发票换一棵树苗 可以种在庭园 种在花盆 对你的居家环境有相当大的美化的效果 延伸岛屿生态绿的活动的开始 那我们今年直数月 我们的主题是延伸岛屿生态绿 那今天是我们的圣苗活动 我们乡亲都非常踊跃了 一大早不到七点 我们就有乡亲来排队了 因为今天可能因为下雨 所以人潮没有像往年这样子的多 那不过也可以看到乡亲都很热情 那这个活动 我们预备举行20场次 会送出15000株的树苗 让大家回去绿美化自己的家园 那直数月的活动 我们可以在我们林务局的生活情报网 可以看得到 可以去查询各个地方的各个活动 在桃竹苗地区 这个月份都会有相当多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去参加 除了这次送出苗的活动以外 林务局还计划在全台各地 举办20场的正数苗活动 预计送出12000株 所得的发票也将捐赠给创世基金会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林务局官方网站 一起重述爱地球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